罗马书第十六章 我把我们的姊妹福依贝托给你们 她是根格勒教会的女执士 你们要在主内以相依于圣者的态度接待她 如果她在什么世上需要你们的帮助 你们就帮助她 因为她帮助了许多人 也帮助过我 请问候普利斯加和阿贵拉 他们是我在基督耶稣内的助手 他们为救我 知自己的景象于度外 不但我应感谢他们 而且连外邦人的众教会也应感谢他们 还请问候在他们家中的教会 请问候我可爱的恶派乃托 他是亚西亚皈依基督的出国 请问候玛利亚 他为你们受了许多劳苦 请问候我的同族和我的同求者 安德洛尼科和尤尼亚 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声望的人 并且在我已先皈依了基督 请问候在主内我可爱的安普利亚 请问候我们在基督内的助手 吴尔巴诺和我可爱的斯塔辉 请问候为基督受磨难的阿培勒 请问候阿里斯托布罗家中的人 请问候我的同族人黑洛迪雍 请问候纳尔基索家中归一主的人 请问候在主内劳苦的特利费那和特利弗萨 请问候可爱的培尔西 他在主内受了许多劳苦 请问候盟主拣选的鲁夫和他的母亲 他也是我的母亲 请问候阿松利托 弗雷贡 赫尔莫斯 帕特洛巴 赫尔玛 和与他们在一起的弟兄们 请问候菲罗罗哥与尤里亚 乃勒乌和他的姊妹 还有奥林帕和与他们在一起的众圣徒 你们要以圣吻彼此请安 基督的众教会都问候你们 弟兄们 我请求你们 提防那些反对你们所学习的教理 而制造纷争和绊脚石的人 你们要远离他们 因为这些人不是服侍我们的主基督 而是服侍自己的杜妇 他们以甜言蜜语 迷惑那些诚实人的心灵 你们的服从已传到各处 所以我为你们十分庆幸 但我切愿你们对于善事要明智 对于恶事要纯洁无瑕 赐平安的天主就要迅速地把撒旦踏碎在你们的脚下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 我的助手蒂茂德和我的同族路基约 亚松与索西帕特问候你们 我这执笔写信的特诀 也在主内问候你们 我的东主 也是全教会的东主加约 也问候你们 本城的司库 厄拉斯托和夸尔托兄弟 也问候你们 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常与你们同在 阿门 愿光荣归于天主 祂有能力兼顾你们 使你们合乎我所传部的福音 和所宣讲的耶稣基督 并合乎所启示的奥秘 这奥秘从永远以来就是密而不宣的 现今却彰显了 且按照永恒天主的命令 借着先知的经书 小遇万民 使他们服从信德 愿光荣赖耶稣基督 归于唯一全智的天主 至于无穷之事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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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